看来你很得意啊 妙兰只是封了娘的旨意 来传达她老人家的意思 事态影响恶劣 就算娘再慈悲 也是忍无可忍了 不用再伪装了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逼走海棠 我真是后悔放任你一错再错 妙兰谢过大哥 手下留情 要没有你的纵容和示范 妙兰的胆子也不会 长到这个地步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交手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的行事作风我也略知一二 那晚我跟月轩的误会 受到娘的责返 还有一个知情者 就是大哥你吧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大哥心知肚明 为达莫敌不惜一切代价 不就是你的作风吗 连生死都能置之度外 牺牲一些商业利益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堂堂的一个朗家大少爷 怎么会造谣言 打压自家的生意呢 你要是说出去了 谁会相信 所以我也没打算说出去 这就对了 倒是你 这么伤害海棠 难道你就不怕我 把你的丑事都给抖出去吗 你不经过我的允许 不惜伤害我的名誉 去打压月轩 我只是将计就计罢了 你们那么想留下海棠 我就偏偏要他走 妙兰 我劝你最好不要逼我 大哥你先别生气嘛 你好好想一想 难道你就真的想看他们每天黏在一起 做这做那 一起开发什么东方香水西方香粉 互相欣赏叫好吗 你不觉得海棠离开工坊 不是为一件好事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如果你再敢伤害海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